特斯拉全球第七座超级工厂的选址线已敲定 未来更便宜的特斯拉离我们究竟还有多远 昨天投资者日上的这两台神秘车型 到底又是什么 马斯克又是如何做到 让下一代车型的组装成本还要降低50%的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藏收个赞 小一负责给你答案 就在昨天刚刚结束的投资者日活动上 马斯克不仅阐述了自己秘密红图的第三篇 同时还公布了全球第七座特斯拉超级工厂 江洛湖墨西哥的重磅消息 而这座新工厂也正是这两款神秘车型的主要生产基地 那这两款新车型又都是什么 又会在什么时候和我们见面呢 从普遍中我们可以看出这台外形较大的车型 小一猜测很可能是一台MPV 因为马斯克曾经也说过 特斯拉很可能在未来推出一款家用MPV 毕竟马老板孩子都已经生9个了 是不是整个MPV更实用一些呢 而这款小一圈的神秘车型 小一猜测 可能就是比Modo3还要便宜的小型轿车 不一定是两箱来 但肯定是最便宜的 并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当年上海超级工厂 从19年1月破土动工 到马斯克闪现上海 出席首批Modo3的交付仪式 仅仅才用了一年的时间 并且四个月后 ModoY的厂区建设也基本完成 成功进入投产阶段 要不说咱们的中国速度果然不是盖的 但这座新工厂的建设可就说不好了 毕竟建设了三年的柏林超级工厂 到现在的周产能 还没有上海超级工厂的日产能高呢 但为了更早地实现马老板 年销2000万辆的小目标 小姨猜测新工厂从建设到投产 应该不会超过两年的时间 因为特斯拉的下一代车型 将从电机电池 生产制造与车辆零部件 这三个基本方面 来继续降低整台车的生产成本 除了成本更低的4680 下一代车型的电机 也不会再使用价格昂贵的稀土材料 但是效率与性能却一点没减 你说气不气人 并且会进一步利用一体压住技术 来大幅减少车身的零部件 机械臂的组装时间 最终将车辆的整体制造成本 再降低50% 那如果到时候十多万的特斯拉真的来了 你们说它又会是哪里杀不住呢 关注小姨 下期聊聊特斯拉会抢方向盘的主动安全